歡迎各位收看香港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特別致莫選委心聲 我是主持人江遠榮 李家超自宣布參選特首之後 已拿到個半數的提名 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全國人大代表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惠文教授 來談談他對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的看法 和對於香港未來發展的建議 洪教授 你好 其實我們了解到洪教授和李家超 都已經有十多年的交情 其實你對於李家超先生的印象是怎樣的 因為我做交通安全隊做了26年 家超sir 我們叫他以前都是警務處 所以早就有人接觸 後期他做了問責官員之後 也有很多活動上會經常接觸 我覺得家超sir的特色是他是一個很果斷的人 執行能力非常強 還有他有一種我們英文說sharp 不是尖銳 是甚麼意思呢 他容易看到問題的主要矛盾系列 即是他立刻可以看到關鍵的點 如果你用哲學講法就很快可以發掘主要矛盾 你覺得他參選的優勢是其中之一 還有沒有其他的 第一是他是一個公務員出身 對於整個政府是非常了解的 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國家安全是一個很重要的 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國安法 有了完善選舉制度 但實際上在今天國際的地緣政治 香港長期來說 都是我們國家安全一個很受關注的地方 甚至以前是一個短板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比較熟悉國家安全的人 去擔任這個特首 首先要保障 因為安全得不到保障 其他東西都沒有意義 你再發展都沒有意義 所以這也是他的其中一個強項 其實李家超先生都已經從政四十多年的經驗 你會怎樣去評價他這四十多年的政績 首先他是盡忠職守 大家不要覺得盡忠職守好像是一個普通 其實一個官員能夠做到盡忠職守 其實已經是很重要的 他也是一個不畏強權 你看到他受到一些政治上的打壓制裁 他都堅持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為香港 為國家 其實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另一方面 我想他是一個做完起行的人 我剛才也說過 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香港確實到了一個非變不可的時候 整體來說 我們的經濟民生 你說很差 不是 但是那個勢頭不好 我們看到有很多深層次的矛盾 要解決這些矛盾 沒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需要一個能夠果斷 能夠執行 能夠推動的領導者 帶領大家一起向那個方向 未來我們需要的特首 其實是一個有勇氣有擔當 用回家超sir的政綱說一句話 我很喜歡 就是以結果為目的 嗯 是 這件事有很多人說 就是結果是最重要的 但我覺得不是 其實不只是結果 結果是最重要的 你做一件事 如果你不是以結果為目的 我覺得你就很大作為白做 就是我們廣東人說的 阿茂整頂 你都不是為了結果 純粹為了一個過程 你去旅行可以這樣 但施政 做任何事情開始的時候 你必須要深刻記住 你最後目的是甚麼 這個目的是有結果的 你發展經濟改善 不是想想想是甚麼呢 是令到香港人安居樂業 令到所有香港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令到我們的年輕人 有向上流動的空間 令到我們下一代有更好的發展 這些就是結果 以這些結果為目標的時候 你就能夠真真確確實實看到 一些貼地的政策出來 我們剛剛講到很多家超先生 可能有很多的優點 但外界有個評論就說 其實他紀律部隊出生 他可能沒有金融或經濟方面的 專業背景 香港是金融之道 人家就覺得他可能 這方面是堅決了 洪教授你覺得怎樣看 又是回到那句 沒有全能的個人 但有全能的團隊 我們不要只看一個人 我們要看一個團隊 這次你看到他整個競選班子 包括他的顧問團 主席團 全部都有各行各業 是一個很全面性的 整個香港 無論是工商界 勞工界 基層 社會福利 都有人在他的團隊支持他 這才是重要的 因為我相信 沒有一個是全能的個人 但一定有一個全能的團隊 你知我做創科 我們其實投資看團隊都是這樣的 我們很害怕那些 一個CEO很厲害 但其他人很平庸 甚至沒有 一人團隊我們很少投 因為太危險 就算他英靈神武也好 他有時犯一個小錯 都可以對公司很大影響 但是一個好的團隊就不同了 他們會互補不足 所以我覺得 家超sir看到他 雖然不知道將來的治港班子是怎樣 但只看到競選班子本身 那個代表性非常廣泛 而且他是一個挺願意聽人說話的人 我過去跟他接觸 他很多時候都願意 無論他熟悉不熟悉 他都會先聽你說 當然他有自己的判斷 但願意能夠聆聽 是作為一個領導者 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能 我覺得整個特區政府 未來來說 是需要一個 有一個帶領 但同時有各方面專才的團隊 其實你看他的競選辦理 其實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在 嗯嗯嗯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香港新一屆的政府和特首 都可以帶領香港 走出現在的 剛剛在大影波疫情之下 可能受到很多重創 現在就是要恢復很多經濟民生的問題 這個時候領袖很重要 除了要自己聰明英明神武之外 他要能夠帶領大家 還有有個決斷力 我覺得家超以我認識他十幾年 他真的在這方面是強的 執行力很 決斷力很強 而正正現在人心私自 你其實看到這次的反應 為何會有超過一半選委提名他 這些就是為何呢 大家都覺得折騰夠了 我們之前有黑暴 之前有疫情 我們香港不能夠再折騰下去了 我們希望萬眾一心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期望很高 而家超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對他基於很重的厚望 我們也看到他有很好的團隊 有時的時機也很重要 他這個時機是剛剛好 所以我對他也有很大的期望 洪教授你覺得 如果我們李先生真是順利當選的話 你覺得他最應該解決的問題是甚麼呢 所謂深層次矛盾 我們確實香港過去產業發展過分單一 這幾年好了很多 有了創科局之後 有一些可喜的變化 但也未夠 整體我們能否令到 我們所有不同的年輕人 不只是做金融才會發達 做科技也可以 做文化也可以 這就是產業本身要豐富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機遇 要來自大灣區 你要跟大灣區內的其他城市 多一些優勢互補 亦都可以鼓勵我們的年輕人 可以走出去 去不同的地方 這我覺得是其中一個 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我們產業過渡單一 第二肯定是住屋 大家都知道香港確實 我們人均的居住環境 以我們這麼成熟的城市 是不應該的 還有我們的醫療教育 各方面都有一些積作來的問題 有些問題不是說 它今天已經爆發了 但你不能夠等到它爆發才改 我覺得我們都要想爆發 包括我們的養老 坊間都有一些說法 就是公務員的改革 我自己就這樣看 加溝是否要改 怎樣改 這些都留給他們專家去做 我相信他們都會改 但最重要其實是有思想上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所謂主體意識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作為公務員 無論你是哪個局 你是為整個香港 你不是只看出我的局 這件事關我事 這件事不關我事 那我就來 或者請你去找誰 經常聽到這些故事 但這不是香港公務員 公僚架構是有通病的 全世界都一樣的 但我們現在需要改革 我記得林鄭特首都說過一句話 我很欣賞 她說市民對政府服務的需求 並不是按照你政府部門的設計而來 你不要說這件事 其實是我這個部門 市民不知自己是你一個政府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是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改變思想 我前一段時間寫了一篇文章 叫速度與正確 我就說有些時候 速度比正確更重要 我們看回深圳這四十多年的發展 它是否經常正確呢 不是的 它經常犯錯 但它就是這樣犯錯中進步 因為它願意嘗試 摸了石頭過河 最後成就了今天這個大都會 香港以前都是這樣 但這二十年來 我們好像比較謹慎 我們凡事都一定說清楚 我要正確 但是要保證正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到你真正保證正確的時候 時機可能已經過了 當你慢的時候 你多正確都沒有用 我們香港就要認識到這一點 願意犯錯 容忍犯錯 這不是政府的 社會都重要的 明知道有些事情要改變 但還要付出大家 有可能會做錯 我多喜歡家超的人本身是做事的人 我們未來就有這種心態 我們做事的心態是重要的 我們相信所有人都很希望 新的特首上台之後 會帶來這麼多的變革 其實李家超先生 就在記者會上 都提出了施政的三個方向 那洪教授你認為他怎樣 可以去評價他這個施政的方向 我覺得很務實 剛才我都說了一點 我最喜歡的就是以結果為目標 第二 其實競爭力是重要的 香港今天我們競爭力強不強 金融 物流 貿易 專業服務也好 隨著世界的變化 隨著科技的變化 都可能明天就被人超越 我們怎樣提升本身的優勢產業的競爭力 同時我們要發展一些新的優勢產業 創貨 醫療 甚至教育 文化 第一 多元化對香港本身有好處 第二 在這地方其實我們有優勢 再加上現在國家的發展相循環下 內備這麼大的消費市場 正在慢慢地越來越成熟 對於香港我們能把握到這個機會 提供一個內循環裏的服務和產品 我們不做 上海會做 廣州會做 深圳會做 甚至乎外國公司都會想做 如果我們不做就會創新 我們一直都知道 洪教授致力於推動香港成為 大灣區的科技創新中心 和國際的人才交流中心 香港未來我們都知道 要大力發展北部大都會 借戰前海模式 而去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 洪教授你覺得 未來新一屆的政府和特首 他應該去推出怎樣的措施 或者方式去推動這方面的發展呢 其實我很開心見到 新界北都會區的規劃 雖然是很初步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他不再是傳統的那種理念 就只是用來做住宅 他是說產居同城 但是也不足夠 我自己覺得 未來新界北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應該將它建設成香港的前海 前海是甚麼呢 前海是在深圳裏面的 特區中的特區 它裏面的制度和深圳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中央有很多的授權給它 讓它直接可以得到中央的授權 甚至乎它在商事法律上 可以用香港的法律 有很多東西承認香港的一些監管機構 發出的牌照 這些都是前海的特性 但是大灣區的發展裏面 一國兩制 兩地制度不同的 我們可不可以亦都建立一個這樣的平台 它的制度可以跟外面有少許不同 亦都跟中央拿一些政策去授權 好 非常感謝洪教授和我們今天的精彩分享 亦都希望新一屆的香港特區政府 未來可以設立更多種的方式和措施 真正實現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目標 令到香港青年的未來 和香港社會的未來更加光明 感謝收看本期的節目 我們下一期再見